主人之妻 無憾 約室 創世紀三十九章 七至十八節 約室原來秀雅俊美 這時以後 約室主人的妻 以木宋情給約室說 你與我同枕吧 約室不從 對達主人的妻說 漢娜 一切家母我主人道不知道 她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裡 在這家裡沒有比我大的 並且她沒有留下一樣不交給我 只留下了你 因為你是她的妻子 我怎能作這大惡得罪神呢 後來她天天和約室說 約室卻不聽從她 不與她同枕 也不和她在一處 有一天 約室盡屋裡去辦事 家中人沒有一個在那屋裡 婦人就拉著她的衣常說 你與我同枕吧 約室把衣常雕在婦人手裡 跑到外邊去了 婦人可見約室把衣常雕在她手裡 跑出去了 就叫了家裡的人來 對她們說 你們看 她帶了一個欺負來人 進入我們家裡 要戲弄我們 她到我這裏來 要與我同枕 我就大聲喊叫 她聽見我放聲喊起來 就把衣常雕在我這裏 跑到外邊去了 婦人把約室的衣常放在自己那裏 等著她主人回家 就對她如此如此說 你所帶到我們這裏 的那欺負來 博人盡來要戲弄我 我放聲喊起來 她就把衣常雕在我這裏 跑出去了 我 considered 我們在更多 facile 我想教的 分別了 我叫做什麼 我叫做什麼 讓我靠貓 做什麼 我叫做什麼 好 我叫做什麼 沒想到 好 好 好